Duel Links Meta上面又公布我們11月初的T表了 各位好,我是晚熊哥 Duel Links Meta是一個只要玩Duel Links的玩家裡面 公認算是最實用也是最好的一個網站 他不是官方的,但是卻是最完整的 那裡面的資訊非常的多 那對晚熊哥來講,很多活動的情報都在裡面有 包含刷分,甚至到什麼路人的什麼分析 對,都有,或者是要怎麼解鎖什麼角色 對,那對比較主流的玩家來講 裡面就會有所謂的T表分析 誰這個月又疊出T表了,誰又進T表了 就是有所謂的T1,T2,T3啦 好,那我們就來看這一次11月份的T表吧 那我簡單帶各位看一下 那因為我本身也沒有在追求往上衝啦 那我們就是看一下環境大概變成怎麼樣 好,那這個T表的整理大部分都是英文的 對,所以看久了你就會習慣了 那就算你看不懂,你看卡圖應該也可以稍微看得懂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有兩副牌疊出T表 第一個叫做水產Water 對,那他從T3疊出T表 那第二個是妖仙,妖仙獸就是從T3也疊出T表 那誰進了T表呢?第一個是磁石Magnet 就是那個磁鐵嘛 然後蓋亞也進T3 然後Destiny Hero就是我們的命運英雄 D Hero也進到T3 然後DDD也進到T3了 對,好 那這一次的T表很明顯 前面兩個,我是覺得不意外啦 對,第一個就是我們的T1 就是我們的神音 對,那使用率是非常的高 因為上一次砍,神音基本上就只是被砍了一張萬華鏡 被限2,那其實影響不大 對,所以神音還是依然的這個 暢然在這個Duel Links裡面 然後T2是我們的幻咒 那幻咒其實不好解 是因為幻咒他會 他是可以防戰破也可以防效破 然後他的手坑超強 手坑直接讓你這個非指定的攻擊力變為0 對,所以基本上你是很難 很難把幻咒打死的 對,如果你沒有非 就是非破壞以外的結場 基本上是打不贏的 然後T3有4個 第一個是滴滴滴 第二個是滴Hero 第三個是蓋亞 第四個是我們的瓷史 那這個網站厲害的地方就是 你點進去 譬如說我點神音 他就會幫你分析神音哪些卡很常用 然後使用率有幾% 然後大概要放幾張 喔,這真的是很讚的一個網站 好,那我們首先先看神音 那左邊的部分是我們所謂的關鍵卡 就是他建議的關鍵卡 還有他有統計幾% 大概幾%的人放了多少張 對,那右邊的是搭配卡 也就是說右邊的更換率比較高 左邊基本上是固定班底 首先大家一定知道 然後燕巢三張一定放滿99%沒問題 然後這個通靈師也是三張啦 然後調香師放兩張 然後這個大姐放兩張 然後100% 然後神官也是放兩張 大概84% 這是這五張是關鍵卡 那其他來看右邊的話 比較像那個休憩神音的休息的那個 一定是放一張100% 這不用講,大家都放一張 對,那月書有人放到三張 哇,就是 因為月書其實很貴啊 三張放72% 有72%的人這樣放 狡猾放一張從 這個提高到65% 他會幫你分析提高多少或降低 哇,真的是很猛 對 好,那有些人也會放霍普跟霍普雷的搭配 可以讓他可以直接這個打一拳超人型的牌 對,那他還會告訴你這個神音裡面最常用的技能 下面有寫 HAPPY 這個Hunting Ground 是我們的神音的狩獵場 97%的人會用神音的狩獵場這個技能 那你就也一起用吧 好,下一個是我們的幻奏 那幻奏的五張比較重要的關鍵卡是月浦 然後大姐一號,大姐二號 然後幻奏的融合怪獸 這張卡是可以做融合用的 然後還有我們的超強手坑 對,基本上都是三張起跳的啦 兩張起跳 除了這張大姐 放兩張57% 其他都是放三張 好,那右邊的話 死菱融合,死魂融合還是死菱融? 忘了 放兩張大概有49% 哇,放兩張狡猾的有87% 這麼硬喔 對,所以 大家可以猜得到 那個幻奏可能會有人會放狡猾這樣子 對,之前那個有一個下降的是技能禁錮 但是之前我好像沒有遇到過這張卡 對 好 來,接著是我們的滴滴滴 那五張關鍵卡 契約書 克普樂 還有滴滴滴的獻檢卡 跟我們史萊姆跟狗狗 這一些他都有告訴你張數 那 唯一 比較要放三張的是我們的 克普樂 還有契約書 還有史萊姆 這個一定是放三張 這沒話講 對,然後 陷阱卡基本上就放一張 然後狗狗也是放一張啦 狗狗很強欸 狗狗可以 負責清後胎 然後又可以貫穿 所以如果你是那一種 要拉比較長時間才可以展開的牌 很容易就被狗狗灌死了 好 那各位可以明顯還可以看得蠻清楚的 就是 好像放這個 就是打這種 這個擺盪的 你看擺盪的話的比例好像沒有到非常的高 你看 一個一張的放48% 兩張的放27% 對,所以感覺 主打的方式還是打融合的DDD啦 對 好 我也不太知道啦 因為我其實 遇到DDD 我基本上 我沒有特別觀察他們的戰術 但是 只能知道他們灌人很痛很煩 好,那下一張 是我們的D hero 那D hero的話 他的技能全面改用我們的命運的時鐘 也就是在開頭的時候 把一張D hero丟木 然後就可以直接從牌組拉一張時鐘 那這個時鐘發動之後 還可以放三個技術 再減鎖氣旋 哇 可以減鎖氣旋的技能 真的是超靠杯的 好 那比較重要的關鍵卡是 磚頭小子 神聖小子 假面變身 暗鬼 跟我們的 氣旋 因為氣旋是這張這副牌的關鍵卡 如果你沒有氣旋 你就不用玩這副了 對 然後右邊的話 空氣霞放三張也是正常的嘛 然後閃電漩渦 擺兩張的有20% 對 其實就差不多啦 就是跟你遇到的D hero就差不多 好 接著是蓋亞 那蓋亞不用看啦 只要是跟融合相關的那幾張 全部都是放滿 像 魔導騎士蓋亞 然後 詛咒之龍 然後龍魔導騎士蓋亞 還有我們的 天翔的龍騎士蓋亞 都是兩張以上 兩張到三張 然後場地放一張 然後 100%一定有放的就是混沌蓋亞士兵 我自己玩我是不會放 因為我沒有 我的牌沒有那麼齊 所以我沒有辦法 很容易 就是抽到 龍魔導騎士蓋亞 魔導騎士蓋亞 或者是詛咒之龍 對 所以我對我來講 我放這個 這個 蓋亞士兵 就有點卡 對 欸 那有放那個欸 放那個惡魔 用來炸後台的那張惡魔 然後禁忌的聖杯提高到49% 對 現在玩蓋亞帶聖杯的其實還挺多的 那腳滑也很高欸 腳滑62% 對 好 最後是我們的磁石 那磁石不用講 電磁石 Alpha Beta Gamma 加Delta 就一定 基本上就一定是要放爆的啦 對 好 那最重要的是電磁石戰士Beta 他的減速能力超強 所以一定是放三張 對 然後 他的場地也很猛啊 場地可以復活目的的怪 然後還可以 做非指定的去撞對方 跟對方換 然後對方就彈回手牌 對 然後 大怪的只放一張 然後 歌爾貢那張 岩石族的超量 放了一張大概68% 然後那個 鬼技吸血鬼也會放一張 就是可以把對方 炸對方的蓋牌的 對 然後 比較讓人家 讓我驚訝的是 竟然有風箏機人 我怎麼沒有印象打字 是很容易到風箏機人 對 沒有沒有太大的這個印象 然後一族的集結很常遇到 對 那這個 磁石裡面最常用的技能 是這個 命運抽牌 我剛剛那個蓋亞忘記講了 蓋亞就是通往 通洋什麼什麼 騎士之路 那個一定是100% 對 那這個命運抽牌 95%的人用命抽 對 那不知道 我之前好像都用雞巴之力 或者是神聖守護 之類的 現在都是用命抽 幹 我知道了啦 因為就是因為你用命抽你才放風箏啦 喔 好 那以上就是對於這個T表的簡單的說明 我帶大家來看一下 順便讓大家多推廣一下這個網 那這個網上真的很棒 對 如果你對看英文沒有障礙的 這個網站你一定超愛 好 我要來去吃拉麵了